在《索羅斯寶公》 寫上我們的結果 第一個 我們初步已經認定郭明良教授 違反學術倫理 他多年來有多篇論文 有不同程度的錯誤 對於研究 指導跟監督很明顯獲施 論文書施難時其旧 更黃任郭教授身為這兩篇撤稿論文的通訊作者 他明顯的違反學術人力 當然跟各位報告 還有相關的責任還在繼續往下調查 NGB2016論文出現大量的錯誤圖片 委員們一致認為已經超過無心的誤用 查士廷博士身為該篇論文的第一作者難死其咎 明顯違反學術人力 JBC2008論文的部分 我們也發現寧英燦教授是第一作者 可是我們發現他對於論文的貢獻度 應該不足以擔任第一作者 這已經明顯違反國際觀念 而且也就是說他違反學術人力 我們希望能夠釐清所有的人 到底在這些論文裡面他負責責任 他們應該負起相關的責任 當然如果他們是沒有責任 我們也必須要能夠釐清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公正嚴謹這樣的一個作為 我們可以選擇 不一樣的 我們先進行 我們先進行